大麦場裡頭會有很多的試吃攤位 那麼難免會有人有一種免費吃到飽的心態 所以試吃人員通常呢 故意都會煮得比較慢 一方面拖延時間 一方面營造攤位的人氣 不過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也有網友就發明出了一套完全試吃守則 嘿 今天是假日 也是我最喜歡的日子 為什麼呢 因為大麦場啊 會有很多種類的試吃 所以我可以從頭吃到耶 灰色帽T 牛仔褲 小Call這一身打扮還真是不容易被人發現 好 首先第一道菜呢 不要讓自己這麼快吃飽 所以我要去找開胃菜 先讓我的胃打開來 試吃還有先後順序 吃完了開胃菜 接下來就是 天氣這麼冷 就是還是要讓我自己身體再溫暖一點 我們去找更補的湯頭來喝喝看 一道接著一道吃羊肉爐炒飯 還有暖糊糊的火鍋 在賣場通通都能試吃 不過接下來這一招 才是小Call賣場吃到飽的最高手段 我第一次吃麻油雞的炒飯耶 還有這個杏鮑菇它的米粒很Q 它的米粒很Q 可以用蒸的用炒的用微波的可以煮成稀飯 都可以喔 那我可以再吃杏鮑菇的嗎 從天聊到地一點都不誇張 在這過程中小Call已經多吃了好幾份 前菜主餐到飯後水果 小Call吃得好開心 就像是網路最近流傳的 賣場試吃完全守則 整盤拿著走啊 你會阻止他嗎 因為盤子是我們的宅廠 我們當然要追回來 那個客人幾乎每個禮拜六都會過來 真的很無奈 不過防犯這樣的試吃 OK 試吃人員也有一套守則 放慢出餐速度拖延時間的同時還能營造攤位高燃氣 畢竟景氣差民眾到賣場吃免錢 業者也得動腦筋想辦法防範 否則試吃美意變了掉 反而虧了本 追求網路中和王嘉玲 台北報導